走进大讲堂 世界就变得青春轮发 走进大讲堂 世界就变得 变得快乐 快乐和冷房 现场和电视间的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市民文化大讲堂 那今天我们在大讲堂的现场呢 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幸福感 那如果说 因为曾经的贫穷呢 我们无法体会到幸福的感受的话 那么今天呢 当我们的物质生活日益富足的时候 我们依然在寻找幸福的要求的话 那么我们真的应该停下我们忙碌的角度和身心 来想一想我们的幸福在哪里 那今天呢 我们在大讲堂的现场就请到了我们红法寺的三丈 应圣大和尚和我们一起来找回我们的幸福感 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邀请应圣大和尚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应圣长老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只是问您您刚才所言啊 从第一眼看到长老开始 fools知 就到现在啊 他说我不安静 我确实安静不下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非常惶恐很惶惑 我不知道听了一个讲座之后我能不能安静下来 我想 我们的灵魂是平等的 你完全可以和我平时 甚至可以超越我 也没关系 谢谢您 谢谢您给了我勇气 好的 但很像 我知道您是晚千年 在深圳梯度的对吗 对 那么晚千年八年的时候 您身做红法寺的方丈对吗 八年的时间 对我来说 我觉得八年 两千年是我刚大学毕业来到深圳 今天我一来 只是一个主持人而已 但您已经从和尚 小和尚变成了大方丈了 我还是个小和尚 你还是那个小和尚 我还是个小和尚 是我不聪明 但事实就是大家都知道 您是红法寺的方丈 那我觉得对我来讲 您是一个俗人 这就是一个传奇 我非常想知道 我想各位也很想知道这个故事 可不可以给我们大家讲一讲 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任何相同的两篇书页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故事 如果我的故事 所有的故事 能给大家生命带来启迪的话 我也很愿意和大家分享 是老横正在住院 老横在面呢 就抓着我的手 谈三个半小时 让无论如何要出家 对了 您当时是去医院看老和尚 对 他拉着您的手说 您一定要出家 对 但是我想 你的头发可能跟我现在是一样的 没你那么帅 但是有些一头的脑发对吧 是有头发的 不是现在这样的 对 跟我们的手 颜色差不多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他就抓着我手 谈三个半小时 让无论如何要出家 无论如何要出家 我心里想过来看你老人家吗 你怎么让我出家干嘛呢 好 就道别了 回家了 回到家之后啊 每天晚上十点钟 老家打一个电话 每天晚上十点钟 老家打一个电话 每天晚上十点钟 老家打一个电话 他这个老人 你不想接他电话 你不想出家 他老打你电话 怎么办呢 唉 忍不起 躲得起 换一个电话吧 换一个电话 当天晚上十点钟 这样找到你 你再换一个电话 还找到 你再换一个电话 还找到 时间长了呢 人思想这个东西 不被这个东西占领 就被那个东西占领 那就想了想 唉 出家也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社会上 明天的路 已经很清晰了 我们相信很多人的痛苦在 我们不知道 我们明天会怎么样 我如果出家后 能改变服教界呢 人员数字比较低下 折个比较混乱的状况 使服教的教育呢 能够更好的服务社会 进化人心的话呢 我觉得比我在家呢 要有意义的多 所以呢就 依然呢就是 选择了是出家 因为老朋友的半年时间呢 每天过打电话 讲都是为了服教 为了众生 每一句为他自己的 我想一想 我自己很惭愧 我不如他老人家 你换了几个电话 你老躲着他 他一个九个多岁老人 他不舍弃你 每天能牵挂你 每天都还不来 你怎么去 去逃避他 他都能依然的来关注着你 我觉得让我很感动 所以再加上刚才 我想这个理由呢 我觉得出家也好 所以您就 替度了2000年的时候 出家以后呢 就发现 出家前呢 是个宝 出家后啊 就变成了 草 出家前是个宝 出家之后变成草 对啊 为什么 那刚开始老汉 天天哄着你出家了 怎么样 天天哄着你 你又激动出家了 激动出家了 好 出家之后呢 老汉 给你布置的功课呢 也很满 我布置的功课是什么 我们在这里 有副教徒的举手 这么多副教徒 老汉 我归你的功课是 每天早上 三百拜 晚上三百拜 一天十遍 破仙心愿品 一千遍 大悲咒 每个月呢 还要对一部经书 当时你不是说是 你关着你老是用功的 你还要照顾他生活 还要处理日常的各种事务 你还要每天来 完成这些功课 每天呢 觉得走路 像踩在棉花上一样 觉得随时 你这一刀踩下去 可能就摘下去 就起不来了 为什么呀 累呀 对 太累了 嗯 背书呢 刚开始第一年呢 净土五经 禅宗七经 大家知道也不是很长 第二年正月出版了 人家就拿了一部 法华经 说这是你这个月的功课 我们读过法华经的 知道法华经挺厚的 我说师父不行不行不行 这个完成了 他老人家说 你告诉我这是不是一部经书 我说是的 但是太厚了 你当你答应过我 每个月不一部经书 我说答应过了 但是这太多了 老人家说 你把衣服脱了回去上来 不要穿着这个衣服 我骗人骗击 那话说这个废话呢 没有办法 那就做的 那每天走路也背 吃饭也背 可以说是 一切是一切出都得背 半夜里 装饭都得背 睡得好好的觉 坐起来 哇哇 背一段经文 倒头睡下去了 坐起来背一段经文 倒头睡下去了 坐起来背一段经文 倒头睡下去了 自己不知道的 一天晚上能 睡起来十几次 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 自己也不知道 嗯 因为我不知道 我们一个室室睡三个人 人家知道啊 他们给老三个讲 哎呀师父 我们不给英顺住 我房间太紧疯了 每天晚上躲着 我们都睡不成觉 那他们不给我睡一个房间 我们三个睡 他们俩不让我睡 反正我就出来了 出来住哪儿啊 睡地板 我们中间处的 我们原本都应该知道 我在做当家以前 一直是在地板上睡的 一直睡得在地板上 就是因为您半夜 老是自己不自觉的下意识 坐起来背经书 影响到别人休息了 对啊 嗯 那为什么不给您单独 那么一个房间呢 没有条件 没有条件啊 对红法寺不是像现在有这么多房子 当年没有房子 当年还是一个小庙 我们深圳里 居时都知道深圳的红法寺也是 近十年才真正的发展起来的 原来也没有声聊 也没有刻画 不过在我们的心中 红法寺就是一个大庙 无论它是怎样的 外表怎样的变化 因为有老和尚在 是这样的 因为有老和尚在 对 所以说我刚才在讲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跟别人的心 就在于 我一出家遇到一个好的老师 嗯 这个只是用工厂 另外呢 我出家以后啊 每天呢 反正你发现 你做什么永远都是不对的 就做事每天都做得 永远都是不对的 嗯 老和尚跟你交代理 每一个事儿 是没有任何可能去完成的事儿 没有任何可能操作的事儿 他告诉你 你去做去吧 你想尽了一切的办法 好不容易完成了 你信该前代的 准备告诉他的事儿 你发现 他根本不关心这个问题 你出去一天 你这三天都别想过 你出去三天 这个星期你别想活 你这出去一个星期 你这个月 你就完了 反正你怎么做都是不对的 怎么做都不对的 他把你说的信心 说的至尊 都给你积力粉碎 然后呢 让所有人踏上一万之脚 这是什么样的一种调教和训练啊 他把你所有的我知 种种的我知我慢 我见的都给你 踏着粉碎 然后把你真正的一种信心 真正的一种智慧 真正的一种自信 真正的内心生出的一种自信能够生起来 他可能想重新塑造一个年 对对对可以这么讲 所以说对很多人来说 他可能出家几十年一直在绕来绕去 他还不能够破门而入 我因为跟着老和尚 所以我在很胆的时间里 我站在山顶的时候 我发现大家还在山脚下 拼命地争论 拼命地争吵 拼命地还在彷徨 所以说 我觉得我没有这个成就 是因为 我还有老和尚 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 就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在 尼泊尔有个中华寺 在那儿呢 您已经是 在一起 我们是那儿的方丈了 对我们的佛教界来说 对我们的信众来说 我们的就是很大的荣耀 对我们深圳人的信众 和深圳人来说 都是一个荣耀 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 这方面的这个情况 因为大际尔 这个海外的这样的一个中华寺 我们大家可能 想知道更多的这个情况 我们原来谈到佛陀的时候 我们觉得是一个 很遥远 很遥远的一个偶像 我们谈到佛诞生的 佛诞生的地方的时候呢 也觉得是一个 遥不可及的一个地名 当我到了尼泊尔 到南比尼园 到了佛陀诞生地以后 我们突然间发现 深圳和南比尼园 没有了距离 佛陀和我们每一个人呢 也没有了距离 我们站在尼泊尔南比尼园 站在当年佛陀诞生里面 一刻无忧数下 我们对佛陀的一种神秘 消失了 但是呢 那种亲切 一种温暖 一种自信 从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呢 升起来了 如果我们原来说 成佛 这是一个愿望 这是一个每一个人 全家人 一个有信仰者的 一个愿望的话 那么这一刻 你觉得 这个世界真的 我们的生命 有无限的可能的 我每一个人真的可以成佛 每一个人真的可以 创造一切 改变一切 成就一切的 我当时去的时候呢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是增悦 当我到了尼泊尔南比尼园 一下飞机的时候啊 发现 有很多大白牛 到我吓了一跳 我们中国很少呢 见到牛是白色的 因为我们读法华经的时候 我经常看到他 人的三寸发行 比如大白牛车 鹿车和羊车 大白牛我没见过 所以见到大白牛 我让我吓了一跳 当我是中午在宾馆里 休息醒来的时候呢 发现两只梅花路啊 这窗子标看着我 那一刻 你一种时空窗戮的感觉 我是人还是鹿啊 我在哪里啊 你站着窗标 看着窗外的时候 发现成群结底的梅花路和林阳 在生命里很悠闲地漫步 你那一刻突然间醒悟过来了 你说哦 原来佛陀诞生的时候呢 是原始部落农业社会 鹿车 羊车和大白牛车 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产工具 黄昏的时候 我们在圣园里漫步 各种各样的鸟儿 做出非常非常非常美妙的音乐 人类最伟大的演奏家 都不可能来演奏出 这么美妙的音乐 你完全在这个风味下被陶醉了 在那一刻 你是在净土还是在晦土 你在极乐世界 还在当下的世界 你是圣人还是个凡夫 你一个面图都生不起来 晚上繁星如堆 一堆一堆的星星在我面前出拥着 一堆一堆星在我面前出拥着 你仿佛一生死 你可以拘捧星星呢 可以懒到你的怀里 凌晨你是被枪客拍打你的窗子 把你给叫醒的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让我忘记了一切的 一切一切的 这个世俗上的一些事情 很多人都告诉我们 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 应该说是在这个地球上 我们如果来量化的话 所以是幸福指数最高的一个国家 但是我没有去过尼泊尔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这个国家 有去过 那么你们去有这种体会 这个国家 给人幸福的指数 幸福指数很高 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这样的 萌动的这样的幸福感 是这样的吗 刚刚和尚您给我描述的 完全是一副 这个很和谐的 这样一个田园木戈的这个形象 梅花露在窗前看着您 您也不知道您是梅花露 还是梅花露是您了 这样的一个世界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的 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得到的 不过我们期待 我们希望 我们能感受到 这样的一个清静的一天 再一次用我们的心 用我们的掌声 来热烈的 热烈的欢迎我们的大和尚 给我们找回我们的幸福 好不好 我告诉你 你们走到才算的 我告诉你们 你们不走 不信 不行 也没有办法 但不管怎么样 坐在这里了 还是要 给大家呢 来分享一下吧 可以说今天从一个庙里 坐到眼下的这一个 图书馆里 能够和我们这么多的 有缘人聚到一块 我内心里还是非常非常欢喜的事 近年来呢 幸福感啊 幸福指数啊 已经成为我们学说界呢 一个热门的一个话题 同时呢 也是一些政府部门的呢 一个实践的课题 在一些城市 反映居民主观感受的幸福感呢 已经被列入了 和谐社会评价指数体系 幸福感的提升 已经成为社会均生发展的呢 一个重要的指标 所以我们大家知道 社会的关注 其实正是反映了 我们说缺失的东西 现代化呢 给人类带来的一个重要成果 无疑是物质生活的不但改善 和生活质量的日益提高 于是同时 物质条件的改善 并没有给我们带来 真正的快乐和幸福 我在这呢 想给大家做一个 现场的一个调查 我想请大家配合我一下 请问 感觉自己一直很幸福的 朋友请举手 一直非常幸福的人 好 请放下 感觉自己不能上幸福的人 请举手 不能上幸福的人 请举手 好 请放下 看来我们很多人的生活 是不幸福的 我这里有一组数据 说是在首届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上发布的 一项调查研究结果显示 在6.9万人参与的中 90%的被调查者有孤独感 46.9%的受访者呢 对生活的满意度不高 19.1%的人表示对生活非常不满意 总统数据还表明 越是生活在像深圳这样一个大城市 越感到不幸福 像我们的深圳 有一个非常匿名教育的名片 叫做深圳速度 这在深圳的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呢 是一种创新创造精神的体现 深圳速度可以说 是我们一个时代的产物和象征 可惜我们现在不光是工作 连生活也变成深圳速度了 我们吃饭要吃 快餐 结婚要散婚 结得快呢 离得也快 听说像深圳 北京 上海 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呢 立婚率呢 是非常高的 是不是这样的 是吗 从大家的表情 或者是郁郁还修的生态中呢 我想我已经知道了答案 非常遗憾 从这个答案里 我们应该能够悟出一个道理 那就是幸福和外在的物质条件 并无多大的关系 我们刚才讲的几个大城市 在我们国家呢 都是经济发展非常快速 物质生活水平非常高的城市 然而越来越高的离婚率 从一个侧面说明了 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 并不幸福 没有安全感 压力巨大 缺乏信任感 生活像拓落一样 快速的旋转 很多人感到孤独 无聊 找不到自己 灵魂的归宿 我们今天能到现场来 证明我们 是很有缘的 也就是说 从这一刻开始 我们的生活 最起码有可能 变得幸福起来了 那么到底什么 才是真正的幸福呢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答案 每一个人都在追求幸福 都在追求幸福 可以说 这是我们人类内心的 一个本能的追求 自古以来 我们像跨户柱子一样 在追赶着幸福 然而说 多少人 追到最后才发现 追到守的 其实和幸福 没有关系 为什么会有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很多人 对幸福 都有着 错误的理解 对幸福呢 有哪些误判呢 有人说 有了钱 我就幸福了 如果真的能够把 幸福和钱 划等号的话 就不会出现 下年的事件了 2011年 5月23日凌晨 一位老人 从23层的高楼 坠落死亡 人们惊讶地发现 自杀者竟然是公司 刚在深交所上市的 万昌科技董事长 高庆昌 一份公开的资料 显示 从20世纪 80年代以来 中国已有 1200多名企业家 因摆脱不了心理障碍 而选择了自杀 这些企业家 在人们的眼里 各个都是春风得意 呼风唤雨 要什么有什么的 他们却因 种种原因 走向了自杀的道路 难道我们能说 有钱 就有幸福吗 也还有人说 有了名 有了利 有了情 我就幸福了 我们大家知道 法国的著名隐姓 阿兰德龙的新举手 那么我估计 很多人都知道 他风光的一面 而少有人知道 他后面的处境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选择我们自己 喜欢的内容 来接受 所以看明星的故事 也喜欢挑 精彩的那一部分看 阿兰德龙呢 很早就出名了 在事业上呢 名利双收 在情感的世界里呢 也可以说是 一身浪漫潇洒 风流提挡 他与西西工作的女主角 罗米斯奈德的 浪漫爱情故事 曾轰动一时 但后来 因为阿兰德龙的 移情别恋 而告吹 在荧幕上 他是一个大众情人 在生活中 也不乏 绚烂多彩 但阿兰德龙 到了晚年 却是 孤独一人的下场 他云云寡欢地感叹道 我现在 什么都有了 除了幸福 这是一句 多么令人心善的一句话 我现在什么都有了 除了幸福 阿兰德龙用自己的经历 告诉我们 幸福和外在的金钱 民意 地位 没有关系 那么到底什么是幸福呢 幸福是一种 内心的愉悦 安详 平和 从容 满足的一种心理状态 从这个地 不能看出 幸福和外在无关 它是一种源于内心的感受 和感知 是一种源于内心的 持续的平和 安详 淡定 从容 满足 我的师父 等患老和尚 他的礼 大家知道 10月17号 我们刚刚为老人家庆祝了完 他105岁的生日 105岁 我们说起来很轻松 我们要努力活到 真不容易 他老家105岁了 大家在宴会上听到他 中气十足 洪亮的声音 看到他 向我们展示出他的 睿智和健康 他老家老说他是一个小和尚 刚才 我们主持人问我 老汉为什么 可以长寿 他105岁了 他说他是个小和尚 他说佛门泰斗 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经历了 晚清 民国 新中国 他跨越了一个多世纪 他出生的时候 正是一个 社会极度动荡 大家想一想 是一个 老和尚出生是1907年 那是一个有皇帝的年代 他的整个的少年和青年时期 是清王朝全面的走向穆落 并且是被中国地质被推翻的 也是时候 当时社会混战 军阀混战 社会动荡民不聊生 在那样的一个时代 他选择了出家 他出家 他在高明市 他是一个出家人 他在高明市 七年没出过三门一步 他下山的时候呢 扬州曾经变得 他任不出模样了 他离开高明市 因为当时高明市的 来古老和尚 让他当方丈 如果当时他做了方丈的话 我们主持人的 刚才问的一个问题 就被颠覆了 因为当时他出家才七年 我出家八年当了方丈 如果他当时做了方丈的话 他出家才七年 他当时选择了 那不当方丈干什么呢 他选择了三步一败 三步一败去朝礼五台山 从河北的镇顶出发 一直败了四百多里路 又败了五个台顶 在五台山广及茅棚住下来 一住住了十年 这十年期间他用舌血和止血 超了二十多万只的血金 一共十九卷 现在保留下来的一部 是普贤行愿品 我们大家拿针扎一下 我们的手指间疼不疼 我们扎指间流一滴血都疼 老人家用舌血和止血 超了二十多万只的血金 这是什么样的毅力 我们今天我们的很多居士 三步一败从三脚下 败到红法寺 二点二公里 大家三步一败 三步一败 要败两个多小时 老和尚三步一败 三步一败 败到五台山 败了四个多月 我们今天最起码拜三的时候 我们肚子是饱的 他那个年代 1937年 饭都吃不上 还要去拜三 当时在五台山的时候 大家知道1937年 日本全面清华 白天五台山是日本鬼子 晚上是八路军 那个时候物质极度的匮乏 大家一年有三个月 吃什么 是吃 能吃的树叶草 都吃光了 这会就吃土 在冬天里 大家五台山的冬天 是很冷的 零下几十度 他没有衣服穿 他光着脚 穿着单衣 怎么活呀 一致一败 一致一败 败法华经 败华严经 当信仰的力量 可以超越外在的一切 他在五台山待了十年 这十年 他然后把五台山的正三之宝 又送到了上海 他被熏老和尚 请到南华 他在1948年 请到南华市做房长 这期间 他母亲病危 去世 他回到家里 吃饿他母亲 他母亲走了之后 他在他母亲的坟前 搭了一个邻朋友 待了七七四十九天 白天送金 晚上放咽口 还燃壁 笑 就是用灯草绑起来 蘸上青油 边烧 边自己往这个煎窝上 加上青油 为什么 他觉得这个社科 这是父母给的 他不管三不一败 拜三也好 不管是 照顾老人也好 或者燃壁笑 都为了报答父母的恩德 我给他当事者的时候 每天早上 当时早上 每天早上三点钟起床 我要给他打水洗脸呢 那个水呢 是刚刚能够 把磨精浸湿就够了 如果你把水打多了 他就会骂你 他说你浪费 下一辈 让你升到一个 没水的地方去 跟老汉一起吃过饭的人都知道 老汉的一张餐子 是分成三半用的 我们随手抽一张餐子 擦完就中了 老家的一张餐子 要是成三半用 一顿饭就一张餐子 他的房间永远是 不够敞亮的 因为他觉得 你灯开多了 浪费店 他老家可以说 他每年 大家供养他 有几千万的红包 但是他的生活 却如此的简朴和简单 他吃的也很简单 用的也很简单 他身上的衣服呢 可以说 我当事者 都是我帮他缝的 破了又破 有时候 你洗的时候 稍微劲儿一大 粉了 你说换一件 他不干 这很考验能够功夫的 这衣服所有用件就烂了 他知道他不让你换 真的 我可以说是我非常感动 他现在已经105岁了 他每天早上是四点钟起床 他原来我没当方丈的时候呢 他是三点钟起床 我当方丈之后呢 人家反复给他做工作 他现在同意是四点钟起床 四点钟起床干什么 把该做的事情做完以后 开始送金 送普贤喜愿品的送到七点钟 七点钟吃早餐 中午十一点半吃饭 十二点睡觉 晚上五点半吃饭 八点钟送金 十点钟睡觉 每天如此 每天如此 他每天105岁的人呢 要坐十几个小时 接待来的全国各地的信众 105岁的人呢 坐十几个小时 我们年轻人坐十几个小时 我们受得了受不了 并且老和尚 大家知道过年和生日的时候 坐在法堂 单身正坐 一个姿势要坐 十七个小时每天 然后他老人家还要说 以后你们沿岸陪着我坐在这里 我功夫不行 所以到现在我没敢陪他 他老人家的可以说 修行上是艰苦作绝 修行上艰苦作绝 人品上没有瑕疵 他经历晚清民国新中国 这样一个动荡的时期 这样一个是扭曲的一个年代 人品上没有瑕疵 我刚才给大家讲了 他说他想走谁也拦不住 他不想走谁也拿他没办法 他十年没打过一个往下 他说他将来成佛的国度 要超过西方极乐世界 不超过西方极乐世界呢 他不成佛 我说我也有一个愿望 我们每一次发愿 都说是未度众生愿成佛 我的愿望是什么 我说呢 我希望我能够生生世世呢 能跟随老和尚 希望老人家生生世世 也不要舍弃我们大家 好不好 他老人家可以说 他的一生充满了对社会 对众生的一个感恩 他每天生活在一种感恩的世界里 他用他的一生 来尽量地来回报社会 尽量地来 是奉献这个社会 他老人家讲 社会里是国家里是民主的事 我们都有一份 我们信不信不服 这是我们思想的问题 我们首先是社会人民的一份子 没有国 哪有家 没有国家里 安定 和谐 哪有我们每个人 所谓的正常的生活 他老人家通 给我们讲 他说 我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 你们根本不知道 他认为我们这个时代 是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代 他说你们这不满足 那不满足 这有一些 那有一些 是我们思想出了问题 我们在生活的道路上 我也遇到了很多痛苦 也遇到了很多烦恼 也遇到过绝望 甚至连绝望都没有办法升起的时候 连绝望都没有办法升起的时候 但是我看到老人家 站在老人家面前的时候呢 我觉得 我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我可以说 我觉得我这一生 最大的幸福 就是遇到老和尚 最大的幸福呢 就是有机会呢 给他老人家当侍子 老人家 当年亲自选择开山 建了洪法师 在悬护植物园里边 它是伴随着深圳的改革开放 一起成长起来的一个寺庙 大家要知道 明年的6月18号 明年的6月18号 才洪法师才开光20年 哪一个城市 哪一个寺庙 20年的速度 能够向我们深圳的这个道场 这么的兴旺 可以说没有老和尚 没有我们深圳市这么好的政府 这么好的一个社会环境 是不可以去想象的 我们每个人 不要生在福中 不知福 这我的心里 我一直把老和尚当成佛不萨一样攻击 也把老和尚当成佛不萨一样 有信心 我当年出家 可以说是就建立在 对老和尚的绝对的信心的基础上的 如果对老和尚缺少半点信心 我今天呢 就叫不到大家的面前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一样的 对老人家能够生起信心 那么大家就和我一样 可以幸福了 因为对老人家绝对的信心 我刚给你们讲了 老和尚怎么样把我变成草 我也还是很开心的 老和尚天天骂我 天天骂我 骂到最后啊 老人家骂我就很 一骂我就笑 老人家说你这个人真是不要的 那骂你你笑什么笑 嬉皮笑脸的 我说老人家 我问你啊 你骂我是为我好呢 还是为我坏啊 他说我当然是为你好了 我说有人为我好 为什么我不高兴呢 他说哎呦 没办法没办法 以后画个老虎啊 都没用了 可以说老人家呢 我们以后啊 我们遇到烦恼 遇到痛苦 遇到不安 遇到恐惧 遇到种种的困惑的时候 想想老人家 我们的一切呢 都可以变得 欢喜和自在起来 也希望大家呢 有机会呢 都回家去看一看 红法师呢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灵魂的家 大家知道 我们红法师 自己不卖名票 对不对 免费三只香 吃饭免费 住宿免费 喝水免费 你们不知道吗 哎呦 现在知道了吧 免费三只香 吃饭免费 住宿免费 喝水免费 不收名票 这个要感恩我们老和尚 感恩我们的姚部长 在我们这个经济 分数发展的时代 当越来越多的人 感到幸福 正在离我们 越来越遥远的时候 当我们欲望的洪水 已经淹没了 我们灵魂的时候 我们拿什么 来救赎它 我刚讲的尼泊尔 它是一个极度平达 交通极度的不方便 这个社会 大家知道这个政权 老是变来变去的 那些老百姓 谁活得那么的 安详 自在 从容 到底是为什么呢 在它不远的地方 有一个不单 那是世界上 幸福指数最高的一个地方 很多人选择了 在欧美国家留学 结果都选择了 回归他的祖国 尼泊尔人也是一样 尼泊尔人也是一样 当灵性的生命 当灵性的生命 让他们在自然中 得到充分的舒展的时候 他们发现外在的物质 一点都不重要 他们始终看不明白 和想不明白的是 你们中国人 那么忙忙碌碌干什么 美国人也在胡闹 他们想不明白 他们也不愿意去想 他们活的就是那么的简单 淡定和从容 刚才我们的主持人说 那是一种 天元木格式的生活 是谁剥夺了 我们天元木格的生活 是谁让我们 背景立乡 到这个城市来寻找 所谓的幸福 我们日复一日 拼命地挣扎 拼命地拼搏的时候 我们却发现 幸福离我们 越来越遥远 我刚讲了 在尼泊尔那几天的感受 当我们真正的设身处理 在这个环境和状态下的时候 电话很少响起 很多所谓我认为当时很重要的事情 在尼泊尔那几天 一个念头也没有升起来过 我和尼泊尔当地的人民一起 享受这种自信 淡定 从容 简单 快乐 这样的新生活 我也希望有机会 我们在座的各位 能跟我一起去踏上 这一个神奇的国度 和佛陀临近的拥抱 找回我们自己真正的幸福 一个极度贫穷落后的一个国家 当地的老百姓 却过这么幸福的生活 那么我们快速发展的中国 我们这么是 我们这样子一个 奇迹般地诞生的一个深圳的 我们的人民 我们的幸福感怎么样呢 最近除了乔布什 还有一个生命的死亡 也是引起了中国社会的极大关注 这个生命很胆战 只有两岁多 就离我们而去了 大家知道我说的是谁吗 是谁 是我们连提起她的勇气都没有 我们甚至提这个名的时候 都会让我们心痛 一个年前两岁的小女孩 在路上被一辆面包车 撞到和碾压之后 身后有十八个人路过 却当着没有看见 这期间 小月又被一辆货车给碾压过去 后来是由石黄的阿姨 把这个小女孩抱到了路边 但这小孩已经奄奄一息了 经过近四天的抢救 小月月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 小月月这个天真可爱的小姑娘 甚至这个灿烂鲜活的生命 就这样的从我们视线中消失了 有人说小月月的死 触及了中国人的道德底线 小月月的悲剧 无声地敲打着我们每个人的灵魂 我们的社会到底怎么了 我们的文化到底怎么了 佛陀说 一切法以心为根本 清净心是善业的根本 心清净了 世界就清净 心砸染 世界也砸染无灰了 使我们的心首先被污染了 当金钱至上成为普遍的信条 当未利是图成了大多数人的信仰 当我们的社会缺乏了最基本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出现小月月这样的事件 也绝不是偶然的 社会道德体系的缺乏 信仰的缺失 让我们感觉不到幸福 那么说起来 社会道德体系的缺乏 信仰的缺失 好像是外 是外部的环境 但其实一切外部环境 也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所造成的 所以我们应当从净化我们自己的内心开始 我们在成就自己的同时 也是在成就着外部的世界 我们在超越自己生命的同时 也在超越和改造着我们所处的世界 只有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清净了 世界呢 才能清净 经常有人跑到室里来问我 师父啊 为什么我的生活中有那么多的烦恼啊 天天很烦啊 很痛苦啊 我老告诉他们一句话 是什么 烦恼都是制造的 我经常打一个比方 我们抓一把盐放到面前这一个杯子里 它肯定会闲得发苦 当我们抓一把盐放到我们庙门口的悬壶里 湖水的味道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我们 心量的智慧的打开 就让我们可以超越烦恼和痛苦 我们改变不了世界 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心量 我们的心量决定了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心量决定了我们未来 我们的心量决定了我们的成就 我们思想的高度决定了我们灵魂的高度 我们思想的高度决定了我们成就的高度 我们思想的高度决定了我们 真正的归宿 你的心量有多大 你的福报智慧有多大 你一点心量也没有 肯定一点芝麻大的事都会让你烦恼 如果想要幸福 首先要把自己的心量放大 说起来人的烦恼和不幸福 其实就是由十二个字引起的 哪十二个字呢 哪十二个字 放不下 想不开 看不透 忘不了 我们先说放不下 佛陀注释的时候啊 有一位名叫黑之的波罗门呢 来到佛前 手拿了两个花瓶来供佛 佛陀的对着波罗门呢 就把右手的这个花瓶放下了 佛陀佛陀又讲放下 佛陀又把他左手的花瓶也放下了 佛陀还在讲放下 这谁的波罗门呢 这谁的波罗门讲 佛陀呀我已经两手空空了 没有什么要放下的了 区陀佛陀的对特别的 我并没有叫你放下你的花瓶 我要你放下的是你的六根六成和六十 当你把这些统统都放下 再没有什么了 你将从生死的苦海中解脱出来 我们这里讲的六根六成和六十呢 是一个福教术语 我们经常说一个人六根亲近 六根哪六根呢 言耳鼻舌生意 这是六根 那六根对应的呢 六成是什么 舌生相畏处反 那六十指的是眼识耳识鼻舌舌生意意识 所谓的六根亲近不是说没有了六根 而是我们呢六根不再跟随着外部的幻境 假象说转 而做到一尘不染 我们每个人的烦恨是取决于我们被整个的外境所转 而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 当哪一天我们心不是由外物所转可以转万物了 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菩萨就是佛 六根会能称说啊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就是说我们众生的本性本来是污染的 但因妄想之拙 是让它诱染 所以我们要学会放下 回归本来的亲近 但这确实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凡夫啊 有了公民就对公民放不下 有了金钱呢 就对金钱放不下 有了爱情呢 就对爱情放不下 有了事业呢 就对事业放不下 我们的两个手就知道一味的抓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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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不愿意舍弃 人的痛苦就源于雷 就源于对各种欲望的追求和执着 我们如果能够学会知足 学会放下 学会一种超然的心境 来面对万物 面对世界的时候 就可以做到不亦无喜 不亦疾悲 将欢喜忧愁看淡 将公民利路看清 就希望获得自在洒脱的人生 说完放不下 就再来谈谈想不开 我们小的时候呢 看过一个动画片叫聪明的一修 这个小和尚呢 很聪明 他有一天呢 他把他师父的一个很喜欢的茶杯给打破了 这个杯子呢 是他师父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西式珍宝 这杯子打破了 这师父回来肯定要挨挨骂了 搞不好挨住也是很正常的了 那怎么办呢 一修啊 他聪明的一修嘛 我们一修哥呢 就等他师父回来的时候啊 就很恭敬的 给他师父点了个礼 然后就问他师父啊 说师父啊 人为什么一定要死啊 那师父在讲 这是自然的事情吗 世间的一切都是因缘合合而生 有聚集无散 有生就有死啊 这个时候一修啊 就很恭敬的给他讲 恭喜师父 恭喜师父 我现在要告诉你 我要告诉你老娘一个好消息 他师父在说 什么好消息啊 他说你最喜欢的那个茶杯啊 他的死期到了 他师父一听就哭笑不得 算了算了 去吧 如果一修的师父想不开 那小一修就惨了 聪明的一修呢 用智慧巧妙地说服了 那师父要想得开 而逃过了师父的执法 事情过去就过去了 你即便抓不放 他也回不来了 我们可以吸取昨天的失败的教训 可以让昨天的挫折变成我们今天的经验 但是千万不要把昨天的悔恨 留到今天 待到明天 我们这样才能轻松地上路 才能活得潇洒自如 如果我们能够真切地把握好当下 好好的活在当下 我们的烦恼呢 就会少了很多 接下来呢 再说说 看不透 我们金刚经理有一句话说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衣如电 映着如是观 我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变幻无常的 无常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和事物的常性 一切有违的法 都是无常的本性 刹那生命 寻速迁流 片刻不停 如流星 如闪电般的飞速的变化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 世界上的财富 不管距离多少 总有善尽用心的时候 民意地位 不管多么的显赫 总有呢 落幕的时候 战美的花朵 终将枯萎凋零 人生胆战 不过舒适者而已 像老和尚这样的生命 我们也只能渴望 而不客气 但是我们今天 听到老航的故事 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向老航学习 超过老人家的寿命 我们一生真来的喜爱的东西 哪一样可以带走呢 如果没有智慧 那么对这些身外之物的疯狂护去 不但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 反而会应对外界的追求 而带来我们内心更大的贪欲 人心不足 舌疼向 人的欲望 似乎永远没有满足的一天 人对欲望的满足 就像口壳和盐水一样 只能是越喝越渴 只有看透了无常 看透了因缘 看透了因果 才能放得下 才能活得自在 修行本来就是要把你的 本来智慧挖掘出来 把你本质具有的自在 寻找回来 最后呢 我们来说说 忘不了 我们总是渴望美好的 恒常不变 也情愿相信一切 都可以掏身一旧 但事实上我们 也只能 自欺欺人而已 这种一假当真的 错误信息 观念和假设 就构造出我们生命里 脆弱和不安 忘不了 其实还是执着放不下 不能够面对 无常的真相 看不透人生 看不清自己 所以总是怀念过去 对过去念念不忘 或耿耿欲怀 就产生了烦恼心和痛苦心 人是很容易迷失自己的 当了官 就以为官是自己 有了名 就以为民是自己 赚了钱 就以为钱是自己 有了爱人 就以为爱人是自己的全部 其实 如果我们可以经常问一问我们自己 在没有这些附加物以前 我是谁 有了这些东西以后 谁又是我呢 如此我们便能对所有的身外之物 保持一定的距离 而不执迷其中 迷失之物 人生重要的不是发生了什么 而是我们处理它的方法和态度 佛说 一切为心造 你有什么样的心态 就有什么样的生活 有什么样的选择 就有什么样的结果 所以我们不要被外在的事情和环境 说污染 无论发生什么 你还是你 快乐和幸福就掌握在我们每一个人 自己的手上 它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半步 好了 那么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 怎么样找回我们的幸福感呢 这是个最重要 也是个最现实的问题 我们说 人只所以痛苦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与其说是别人让你痛苦 倒不如说自己给自己造烦恼 快乐 幸福 其实很简单 就是让你前面 就是把前面让你烦恼 痛苦的十二个字轻轻一转 转为什么 放得下 想得开 看得透 忘得了 就这么轻轻一转 世界就变了 人生也变了 不过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把自己的繁复心 修炼过一颗智慧的真心 从而获得人生的幸福呢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不通禅你啊 生活乏味 不明禅机 难成大气 幸福的生活 其实也是跟禅息息相关的 需要一些禅味的 以下的二十个字 就能帮你找回幸福感 二十个字是 打些禅作 说些禅话 听些禅音 用些禅心 做些禅事 先说 打些禅作 禅作呢 也叫做禅 或者说是打坐 或者静坐 坐 坐禅不一定非要是坐在铺檀上 箱腿盘起 它叫坐禅 我们谁时谁地 在任何环境和状态下 都可以来做到的 对现代人来说 坐禅呢 也是有效的 减压的一个方法 每天出头半个小时来 通过禅作和呼吸来调整自己的身心 可以帮我们身心放松 安定 妄念减少 通过禅作和呼吸来调声 调息 调心 让身心在宽阔的意境中得到清静 在自由的呼吸中得到休息 从而恢复身心的能量 滋养心灵 我们知道一个人真正的不是 身泪 最可怕的是心泪 好了 接下来是说些禅话 什么叫禅话呢 就是说欢喜的话 说真实的话 说谦虚的话 说利人的话 让人欢喜的话呢 也叫爱语 这不是谈情说爱的爱语 而是告诉我们 说话要圆容 要照顾他们的感受 要知道见什么人 说什么话 到什么山 唱什么歌 爱语呢 是持心的体现 能够给人带来欢喜 给人带来信心 给人带来希望 说这样的话 说这样话的人呢 他不管到哪里 都像一阵春风 给人带来清新 都像一阵雨露 给人带来自在 自然呢 也都是处处受人欢迎的人 另外我们要说真实的话 这本来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最基本的要求 但对现代人来说 说真话却不是那么让人容易做到 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 说假话 说套话 说恶意奉承的话 说华尔不识的话 为什么要说真实的话呢 因为语言是心灵的外线 语言和心灵 以相互成就 一心成言 一言修心 把语言作为修行的一种方式 不烂说话 说真实的话 才有希望提悟生命的实相 接近真理 所以说我们说话呢 要说真话 不要为小弟而欺骗自己 欺骗别人 不过 大家千万记住 大家千万要记住 说实话也要讲究方法 说实话要讲究方法 要识顺众生的说 要识顺众生的说 要谦虚为本 要能利益人 成就人 既说实话 可要让人欢喜 既说实话 可要让人欢喜 我曾经看过一段话 说打开幸福之门的钥匙 第一就是要做到 口中有德 口中有德怎么讲呢 我把这一段话 跟大家分享一下 说有事 轻轻说 没事 听别人说 好事 赶快说 感恩的话 感恩的话 要常说 小事 幽默地说 大事 有条理地说 听来的事 不传说 伤心的事 伤心的事 要看人说 道歉的话 要先说 鼓励人的话 尽管说 关怀的话 请多说 没发生的事 没发生的事 不要于说 做不到的事 别烂说 比较的话 不能说 现在的事 做了再说 未来的事 未来再说 开心的事 看场合说 没把握的事 不一定要说 争辩的事 忍住不说 危险的事 大声地说 别人的隐私 不必说 自己的事 宣听自己怎么说 讨厌的事 对事 不对人说 落井下石的事 不该说 否定编的话 不可以说 抱怨的话 说了也是白说 自己得益的事 没什么好说 审人利己的话 干嘛说 直话直说 不叫直心 叫商人的心 好 接下来说一说呢 听听禅音 这个禅音 并不是指禅的音乐 而是我们要在生活中 要学会把一切的音声 转化为微妙的禅音 要能把辱骂的音声 转为吃悲的音声 把毁谤的音声 作为帮助的音声 对于笑声 对于笑声 哭声 闹声 出声 你都能不介意 那就是听到了 禅音了 有一段一直很流行的话 叫做 感恩伤害你的人 因为他默亮了你的心智 感恩欺骗你的人 因为他增长了你的智慧 感恩忠伤你的人 因为他 立立了你的人格 感恩斥着你的人 因为他 提醒了你的缺点 这个就是用智慧来听听禅音的体现 能够把伤害 欺骗忠伤 等声音转化为 默亮心智 增长智慧 砥砺人格 等正面的声音 所以才知道感恩 因为感恩 所以能够把烦恼化为菩提 把火焰化为红莲 把人生的痛苦和不安 转化为快乐和幸福 这样不仅自己可以减少烦恼 活得心安自在 社会也将拥有众多的感恩之心 感恩之人 而趋向和谐和圆满 用些禅心 禅心是什么呢 禅心就是人我分别 圣反平等的心 就是感恩一切 包容一切的心 今天我们社会上出现了很多 让人感叹人心不古的事 其实并不是现代人没有良知 而是人们的良知被物欲横流 说遮蔽 就像我刚刚讲的 当欲望的洪流 淹没了我们灵魂的时候 我们拿什么来拯救它 我们要学习像乌云 驱出乌云一样来驱出我们贪嗔痴的污染 让本性像月光一样来显现它的光芒 我们努力地用清静心来当地污染 就像莲花一样能出淤泥而不染 现代人心浮动十分吵杂 修炼一颗禅心没那么容易 不过我们首先懂得 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一颗禅心 我们就能够相信我们自己 超越我们自己 最后是做些禅事 什么是禅事呢 对我们现代人来说 只要有利于国家 有利于民族 有利于社会 有利于老百姓的 都可以说是禅事 禅事就是合乎理伐的事 合乎忠道的事 多做善事 多为他人服务的事 我们说幸福的生活从哪来呢 从根本上说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任何人的幸福都建立在一个正常 正当的生活的原则 基础上的 人类若要想获得真言的 幸福的生活 就要遵循正道 合乎理伐 中道的均衡的生活方式 是获得安定 幸福的博尔法门 千万不能过放任的 极端的生活 禅事就是要多做善事 多做服务他人的事 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自己不光 获得了快乐 也为自己积攒了福德之良 在这个社会中 如果每个人都能够 人人相助 人人足人为乐 那我们的社会将是一个 安乐和谐的社会 我们每个人都在 成就别人 都是在成就自我 可以说 没有对别人的成就 都不可能有我们自己的成就 我们每个人都在成就别人的同时 来成就我们自己 在帮助他们的同时 来帮助我们自己 关于禅事 我还想补充一点 我是一个和尚 和尚是素食主义者 所以我要期望大家 能够尽量地能够选择素食 因为从身体的健康而言 所以现在营养权威专家 麦克林博士说 任何人愿意废去肉食 都将互以良多 再者从灵性的健康的角度来讲 佛教提倡素食 正是佛教 缘起共生生命观的具体体现 他虽然只是一个应识习惯 却能实际地将 省人利己 你死我活 的生命观呢 转化为 和和共生 爱他如己 的生命观 素食者呢 更能够温良待人 包容异己 爱护生命 能够带给人们更多健康的心态 素食者更容易保持 亲近的本性和持维心 能够帮助我们 身心亲近 少一些事情杂念 从而少一些烦恼和痛苦 最后再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有一个老和尚呢 到了垂木之年 想把呢 一波呢 传给他的弟子 他的众多地的中间呢 有三个人呢 还是不错的 于是老和尚呢 就拿出了 一个铜板 让他每个人呢 去买一件 既便宜 又能充满 整个空间的东西 有两个弟子啊 拿了铜板就出去了 另外一个呢 在那单 单坐 还在 坐禅呢 不久 第一个弟子啊 买了几辆 几车干草 老和尚一看 什么烂七八糟的 非常失望 第二个弟子呢 淡了一杯茶 但是茶香呢 飘满了整个残房 老和尚呢 点了点头 这个时候啊 只见第三个 正在打坐的弟子呢 把那个铜板呢 还给了老和尚 然后呢 推开残房的门 把残房门打开了 这看见天上一轮明月 悬跨当空 焦洁的月光呢 灑满了残房 这个弟子说 月光寂出 鱼欲成青 月光可谓 九天中最无价之物 我今天 不取一文而得到了 只有我内心的佛光 和窗外的月光 无二无别 老和尚 文言 就把袈裟脱下来 插在了 摇刃的身上 佛陀呀 在入面前 告诉众弟子说 成为自己的光 成为自己的光 一灯能除千年暗 一致能灭万年雨 每一个人内心深处 都一盏光明的灯 生命中最无价值 那个宝物是无价的 如故事中 那个银色的月光 洒满残堂 照射宇宙 心灵是我们命运的建筑石 它可以使我们生病 也可以让我们 痊愈 好是我们自己创造的 坏也是我们自己创造的 天堂是我们创造的 地狱也是我们自己创造的 我们每个人都在创造自己生命的同时 在创造着自己的世界 都在改变自己命运的同时 也在改变这个世界 幸福是我们自己创造的 不幸也是我们自己创造的 需要我们当下这一刻 能够看好我们这颗心 我们唯有成为自己的光 才能照亮黑暗 我们唯有通过不断地修正自己的内心 才能圆满我们自己人生的轨迹 我们唯有通过开发我们自己的智慧 发掘内在的幸福源泉 才能够淡出烦恼 让我们人生获得真正的祥和 宁静 幸福 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都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 我想 这应该是每一个追求幸福的人 应该铭记的 幸福就是点亮我们的心灯 让生命更加自由 让人生更加安详 让社会更加和谐 最后我衷心地祝愿 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 拥有你的幸福感 拥有你自己的幸福人生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您 真的很感谢 大家听到了什么呢 感觉到了什么 智慧 我感觉到了什么 我现在很宁静 心跳得很慢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传应长老曾说 一佛出世 千佛护持 应顺生坐 道场生辉 那么今天您的到来 大师为您讲座 也可以说是 今天大师登宁 满史生辉 各种生意当非常深刻的 一个关于幸福的课程 那么我想说 您接掌弘法 领军传播佛法 乃是人天所愿 众望所归 是我们大家所认的心愿 那么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落水三千只取一条影 您归依了佛教 这个造欲极生 那么您能否简单概括一下 就是佛教和其他宗教的 一个根本的区别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还有一个问题 对不起 洪法四是社会 为社会新办了很多善事 那么建西藏学校 建医院 修权铺路 振灾扶贫 等等等等 一共说捐款了5000多万元 我看这么个数字 那么就大家感到非常感谢 这个洪法四在您的领导下的这些 以道封建设为中心 以这个慈善和文化为两意 这是您创造的一个宗旨 那么我想说 想揭露您说 这个5000多万元善款 是从何而来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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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宗教都认为自己 是最正确 最圆满的真理 对不同的人来说 有信仰 总比没信仰好 所以您刚刚讲 恶水三圈 我们只取一条银耳 我们选择一条 适合我们的自己的道路 选择一条 我们需要的信仰 我们坚持走下去 就一定会有到家的时候 大家知道 红法寺的每一块砖 每一块碗 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 建起来的 可以说在每一炷香的背后 都寄托着众生的一个期望 我们能不能够存在这个期望 能不能够把大家这个家 能够做好 是我们一个福教徒的一个责任 刚才您问的 这些钱从哪里来 从你们每一个人的血汗钱都来的 大师哈 的确 我来过大展的很多次 我觉得这次我是最激动的 因为我见到 不仅仅是一个大国上 而是见到了一个超大集团的管理者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那我就想问一下 您管理这么多的事业 您的这个方式方法是一个什么样的 因为现在这个MPA很流行 当然了我们的佛法更是更厉害 我想就是说听听您在这方面的一个管理的方法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您 相信相信的力量 相信相信的力量 彻底的相信和将信将于是天和地的差别 现场和电视节目的观众朋友非常感谢 应声大和尚来到节目的现场 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幸福的感受 那我们常常呢 会为我们丢失的东西而烦恼 因为找寻是如此的不容易 那么幸福是不是丢了呢 也许它真的丢了 不过它不是被丢在了路上 它是丢在我们的心中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来到现场 谢谢大和尚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